恒指冲高反跌,相通入超迷,怎看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港股电台专能 今天和两个地方一个方法 省户国陆的交易法来看大使和个股 然后大家注意手下股票是属于省户继续套绝 还是开始国陆止食呢? 这个对于我们后面股票的操作有很大的预判的意义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PromichartH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讲的这个方法 后期的视频都会一直讲下去 你看看,上一次我们讲过的A和B 这两个位置,省户国陆之后 露出到A的位置是微增淨国陆的 B的位置是出现了国陆的情况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可以回顾上一条片 上一条片,又上局那里就可以去看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股票又如何通过这个方法去解答 下面的例子多数都是朋友 各位粉丝朋友在下面留言可以写下的 还有有些人问回的 好了,有你自己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可以问回的 都可以 米特声明,流氓是做指标影视 所谓任何股票是不构成任何推介的意义 投资者需要移植市场风险 好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方法之后 前面我们之前有讲过高音理论的研究会 跟我们讲过 即是市场在重要的时间,到达重要的位置 例如股价或者股指 这些位置的时候,市场的趋势会发生转折 或者逆转 这些重要的位置就是变盘的位置 变盘有很多种 有时间的变盘 有价格的变盘 有价格的变盘 股价的转折位 股价预出 再次已经讲过了 来讲的是股价转折的模型 所以欢迎大家去收看 想要去目标参加的新粉丝朋友 记得去左下方我们的影片 左下方的那个说明那里 自己去按那个链接就可以去报名了 好的,一起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小米这个股票 前面的审核各有的方法 是适用于指数和个股 一起看看 01810 这段时间 行走的走势 升了上去 重新用开 我用蓝色的线 好了 升了一段 这边 再打开 好了 这里 送升回落 最送升 最回落 这样的走势 这个走势 前面 突破了前面这个位 突破跌穿游回来 然后现在又跌穿了 看到吗 有没有 会不会是不破不落 还是这个位已经破位 又继续下落 如果单单在这个股价里看 它是不能够确定的 因为这一天 你穿了又回来 明天又回来 明天又回来 是不是有可能 好了 其实今天也和A股是有关的 因为 它是属于中距股里面 资金流来流去 所以它是有关的 A股今天比较大 9个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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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 在这个位置 旺行明日村前面的平台 上一次 几天 1 2 3 4 5 6 7 8 第9天 反弹 升到上来 不是 是送升不是反弹 送升到上来 现在已经9天了 9天 都未真正的升回来 如果按照时间的对称性来说 这个位置应该要上升 那不升就说明它是怎样 变成了玉势回调 7 7 7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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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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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观点都可以的 我们后面的视频也会继续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位置 大户一直在这个位置減少 到现在的话 它今天收市价是没有跌穿前天的最低 但是跌穿了这天的最低位 大户減少 又跌穿了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这一天我们之前说过 大户減少是那天 或者省户增加是那天 最低位如果跌穿了 会发生什么事 要逢高先走一走 今天就将前面那些位激穿 而且今天是冲高回落 这个说明了 市价数已经越来越强了 要问走不走 如果你很担心 它后面会出现那些 黑天的那些 那些 你就先离开走一走 当然你要看你是短期的 冲位 还是中期的冲位 如果你是之前 商务低位 买到现在一个BODY的行程 你就有它 但是你是 刚刚进入了之后 在这个位置 没有什么肉食 还没有增加钱 那你去冲高就可以 先离开一下 等它出现微轮的 入场时机的时候 再进入场 也可以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去看的 而且它现在 令到我们的BODY指标 这个位置 将这个支持环击穿了 上一次击穿 它就回落下来 所以这个位置 明天不能够收容 它就回落到下面这个位置 下面这个支持 有些距离 这个位置是多少 10点深 10点深 就是四毫子 到五毫子 之间的幅度 OK 这个是小米这个股票 所以呢 我们发现了 一只股票 而且这个股票 在货是在增加的 大户减少 收货增加 上一次我们说过 大户 在货各有的一天 今天没有突破它 突破不了 所以依然是阻力 所以它就继续在这个位置 运行 或者是继续回落 OK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 第一 将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减少的 减少的那一天的最高位 在货各有的那一天最高位 突破了才是 有机会来 没有呢 那就比较差了 说明市场要偏差一点 那你的股票是属于这种 还是哪一种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恒指现在的情况 恒生指数今天充高回落 早上有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有点充高 但是因为它受到这个支撑 所以充高是很正常的 即是 H那边不太好 它回落也很正常 但会之间今天又减少了 今天收市没有突破 持人的最高 所以继续延续这个横跌走势 啊横跌走势 当然这个支撑位还在 这个位置是19204点 依然是它的支持位 即是 今天的最低位是19255 今天又会减少的 明天收市不能够跌穿 今天最低 跌穿就要继续跌 沉走更低的支撑位 OK 好了 看看有些朋友们买的股票 先看看 雄汤 雄汤 雄汤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前面呢 大户减少了之后 击穿了 跌到现在 然后来到现在的角度 来说呢 已经是这个红标打入面了 有没有收入桌 未出现肉粽回来 大户支撑今天有所增加 明天可否突破今天最高 如果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送车了 今天它属于一个 oversold 超跌的状态 动态筹码指标 变成了 紫色筹码 对表是 oversold 超跌 超迷区 超迷区 说明释放减风险 等它脱离 就是下次的机会 首顾今天是有首尾角欲的 明天如果去突破今天最高 的话就最好了 明天收市去突破今天最高 那就最好了 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最后是汇坊 好 硬红股在最近 都是拖着 令到私会 或是低伸下去 那就是走势的 前面巡路升高 但物资金尾之前 是有所增加的 所以后期这个股票 它这个中期红情 摩迪红情终结的时候 是有机会再回来的 现在来看 在货比昨天来说 是增加了少许 增加了少许 增加了少许 它是没有突破 这个 46 即是没有踢回这个 46.95 是没有可以的 是没有可以的 等对的状态 等对的状态 即是属于短期回落 即是调整箱的一个 等对的状态 等它回回来 回回来 所以才是下一次的机会 好吧 好了 哔哔哔哔哔 哔哔哔哔 哔哔哔的画 9626 你可以看到 第一 前面升了上来 回落 最上升 再回落 前面我们有说过 它那个 跌穿了 是吧 跌穿了 走了到现在 在货 今天有首尾割荣 但是 今天 会是继续減少的 当然 这个中期红程 这个波段红程 是未终结的 有货 即是波段红程 仍然持有的 短期的入 是未有入传的提示 因为在货 又未割荣 这个在货 必须要 即是 它各样 在割荣的时候 要突破它 才可以继续 爭培上去 没有的话 在这个画 回回 也有可能 即是这条飘带 这样上去 它就慢慢在这里 看一看 前面我们说的 这个小米 这个 生活割荣 就是 在货 減少那天的最高位 它要 必须 被突破 就是这里 这样才是机会 它的低位 是逢手位 支撑位 激穿 即刻回来 激穿的时候 本来人要走 但是最终收拾 收到溶足 你走之后 逢低位 然后 它一路一路一路 到后面 出现了 风险的时候 风险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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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 前面先下来 看看 这个 111 如果你想看自己的股票 你可以跳到你想看的股杆 那里 这个股票 大户一直在走 看到吗 已经一个星期多了 你看 这个升的时候 就 已经 大户 开始减少了 这里是12月6日 然后开始减少 击穿了 走一走 到现在都没有入货位 还有一个超跌区 摸断红城 变成了下降红城 所以后期 等它脱离超跌区 反抄回来 到六票大之后 后面就要 找机会走 OK 看看 这个叫做1765 上一次我们有说过 刚刚转回来这一天 记不记得 我说过 这个正常的 大户之音 重新回来 呃 这个股票大是 还不绝行的 还不 回来收音 走了 然后在货 角欲 看看 在货这天是不是 角欲这么少 突破了 突破了 入场 就升 升了之后 现在是昨日 上星人都增加 仍然是 转到红飘带 此一天 这一天 转到红飘带 说明这个帮助红城 继续 但是 它远离红飘带 不是一个 大龙高追的时机 去小龙追 但是这一天最低位 是防守位 哇 升到它收出音线的时候 就先离开一下 好了 看看这个叫做 沙沙局势 有些朋友在留言区去问 即178 这个股票已经说 从这个重新高的时候 大户就已经得罪重新高 然后这一天 红色筹码 转到黄色筹码 12月14日的时候 叫我们脱离了超米区 先适动走走先 到现在大户是减少的 说明这个位置 是不能默默去高追的 如果你未走到的人 在这个位置 看一看 等它 其实都要适动 紧窗下来的 因为它都是远离红飘带 收音 它是有机会去滑回来的 因为这个位置是震动的 那个走势 但是中期红城就不用理它 就是你 待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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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期红城 中期红城是未真正中的 短期就已经在这个位置 要黄币 今天的最低位 1.76 今天大户禁销 明天收市 不去跌穿 不跌穿 就有这个机会 如果大户增加 或者 现在是没有在凤雅 就继续增加 那会继续 高上面的高位 通常来说 通常来说 一只股票庄 在高位站仓的时候 超过3日 就会行5日 超过5日 就会到8日 刚才我说的 就是这个原因 来的 好 看看 这个叫做 188 我们看看 距离来说 大户禁销整体上 正在增加 然后 这个 上升趋势 上升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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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近 今天有首尾的 大户禁销 算是正常回落 是正常来的 OK 有人说 我适合的 我适合 下面这个标准的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支持位置 8.233 这个位置 一看是否很清晰 我通过这个 就可以清晰看得到 就算我不用这个 我立刻 拿去我这个资金 大户资金增加 这个最低位 实体位置 它是逢手位 就是成本 大户禁销 今天最低位 就是你今天 如果进入了 那个低位 就是短线的 短线的 短期的 逢手位 明天收在今天最低位 之上 那就继续上升 你就有这个 预期 如果穿下来 那就先适动 避开走一走 等它 再次出现入床 再入床 OK 那有任何 那明天 如果今天真的穿了 滚回落 我走一走 它又升回来 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用怕 它好像 这个位置 大户是否增加 这个位置 是否跌穿了 这里就吃一吃 突破了 继续买花 是不是又赚钱了 赠股票来说 从一个高位买了之后 赠更高的价位去沽出 不是说买到最低 买到最高 你是一般的投资者 是做不到的 是不是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 第一 市场来说 就是一个回落 云摆回落的阶段 很多股票分发得比较严重 可以说强势股变少了 最近几天 操作难度是加大 需要关注 来几时转向好的时候 再去入床 否则这几天 少些操作 你看不明白 或者不是很清晰 你就打蛋 不用这么急着 直接衝进去 去乱操作 但如果你不担心 那你一定要找虚 但是一定要坚持 刚刚坚持 不是去好几里 比如刚刚坚持一六天 坚持三六天 那你都可以去试着去操作 OK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 关系指数和个股图 和这个方法 好吧 未订阅的 记得订阅 如果未报名的 记得去报名 依然开放这个课程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